二零二四大選逼近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陸戰早就啟動 採取了雙引擎領軍模式 由競選辦公室黨中央分進合集 包含信賴臺灣之友會 公民團體等主要人事分工 都已經就站的位置 學者分析 相較於國民黨對手侯友宜 賴清德較能鞏固生率選票 環國盛中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親自授旗 第一個民間工會後援會 中游加油站工會 同樣從本命區台南出發 如果這個國際情勢 我們無法度通清楚了解 完全講到聽五四三位 來妙擊的位置 對臺灣的安卓不利 主任之間 對好平和經濟的發展 一定帶來非常親密的影響 要嚴防中國任職作戰 賴清德再拋和平保台 民進黨正式提名後快速整軍 前屏東縣長潘孟安 單綱競選總部總幹事 秘書長許立民督導黨部 另外六師以及四大社團等基層團體 也勤下功夫 累積陸戰實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行程很緊 賴清德一早就開始拜廟 確實行程滿滿滿 明代出身的賴清德知道基層組織重要性 主管會議上更像黨公職下軍令 組織社團人是分工早已就站的位置 賴清德積極鞏固總統選盤 因為藍綠各有三成基本盤 深藍深綠各佔一成 淺藍淺綠各佔兩成 其餘四成中間選民 相較國民黨對手侯友宜 要鞏固深綠選票賴清德比較容易 賴清德他是比較容易去鞏固 深綠中綠淺綠的選票 但是侯友宜要去鞏固深藍選票來講的話 我覺得目前來說 可能還要下一定程度的功夫 柯文哲兩成中間選民成為勝負關鍵 賴清德分頭組織極型軍 黨部信賴台灣雙引擎分進合集 瞄準2024步步為營 借陳令要加頂台北通報道